我老婆原本是做平面模特的,一次偶然的机会签约了一家丝袜厂商,做起了腿模,她的日常工作就是穿着各种性感的丝袜或站或坐进行展示,本来拍照片摆姿势只是正常的工作需要,即便有些看上去挑逗的动作,我也不会介意。 然而就在今天,我发现她的手机设置了双系统,并且她加入了一个神秘的微信群,这个群说起来也奇怪,交流时从来不发文字,所有的信息统一用字母和数字代替,偶尔我老婆会在里面发一些斯派,然后紧接着发一串数字过去。 老婆,今天累不累,我给你做个全身按摩。 听到吹头发的声音,我连忙将手机放回原位,从床头柜里拿出精油,在老婆进门时谄媚道,好啊,谢谢老公。 摸着老婆柔软的胶躯,我的思绪重新拉回到手机聊天内容里,老婆在另一个系统的微信名叫三,头像是黑色背景下的白色数字,三,里面好友只有一个人,微信名叫四,然而,四并不在微信群里,在群里的人叫一,二,五,一,二,四,五的头像跟老婆一样。 分别是黑色背景下的白色数字,一,二,四,五,四虽然与老婆是好友关系,但朋友圈是私密状态,至于一,二,五这三人,微信私密设置的也相当到位,除了知道他们的微信名和头像,其他一无所知,老婆与四的聊天记录是空白的,连家好友的系统通知都没有。 对此,我可以断定他们之间一定出现过问题,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才导致四是老婆好友,但不在群里呢?老婆在群里最后挨二,发的那句MTQNJ又是怎么意思? 我眼中看着趴在床上的老婆,手里的动作不自觉加重,撕,疼疼疼,你轻点。 老婆皱起眉头,不悦地打了我的手一下,然后突然间想起什么似的跟我说道,对了,老公,明晚我陪玲玲逛街,可能会晚一点回来,你自己先吃饭吧。 好啊,别舍不得花钱。 我装出笑意,将手上的力道减轻,老公最好了。 老婆在我脸上亲了一口,随后又趴下继续享受我的按摩服务,玲玲是老婆的闺蜜,两人是发小,关系好得不得了,他们去逛街很正常,我本不该怀疑老婆。 但是今晚的事情,却让我不得不起疑心,说起我老婆,不是我自夸,见过我老婆的人没有不说好,不光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身材也一级棒,风腰肥臀,傲风长腿,穿上稍微紧身点的衣服,S型的曲线,展现得淋漓尽致,说句毫不客气的话,光凭她的长相身材, 绝度属于限制级级别,并且她工作认真努力,每月工资万把块钱,家里也照顾得井井有条,绝对是所有男人想要的,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床下贵妇,床上风骚的最理想的老婆,至于我老婆最引以为傲的腿,笔直,修长,属于胖不露肉,瘦不露骨的类型, 并且因为经常锻炼保养,还充满了线条美感,在灯光下看,肤若凝脂,跟丝绸一样光滑。 如此娇美的女人,是个男人都会心动,见了不想如飞飞的,绝对不是真男人,也正因如此,老婆手机里的秘密越发显得可疑。 明晚,她是真的去跟玲玲逛街吗?按摩完,趁老婆舒服地睡着了,我悄悄拿过老婆忘记切换系统的手机,偷偷查看起以前的聊天内容。 这个群建立的时间不长,大概两周左右,每天聊的内容也不多,所以很快我就翻到了最开始的聊天记录,如我所料,四一定与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才退群了。 在记录中,我看到将老婆拉进群的人,就是四,至于四是什么时候退出群的?因为老婆不是群主,所以无法看到日期,所有的聊天内容从一开始就是英文字母和数字,我猜了许久也猜不出是什么意思。 至于老婆发照片,则是从一周前开始的照片尺度不大,都是些穿着丝袜的腿部照片,最多是穿着超短裤露到大腿,一张全身或者脸部照片也没有,照片的风格看着也很像丝袜厂家摄影师的风格。 难道是老婆觉得只给丝袜厂家做腿磨,赚钱太少,想把照片在头给别人当作兼职,又怕被厂家抓到? 可即便如此,也不至于搞得像特务街头一样神秘吧,更何况,她也没有必要瞒着我啊,我跟她是夫妻,还能出卖她不成,我否认了自己的猜测,实在搞不懂老婆究竟是在做什么, 渐渐的,一串接一串的字母和数字,看得我头昏眼仗,我越想猜出来它们代表什么意思,就越心烦,不知不觉间,我的耐心消失殆尽,翻动聊天记录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杂乱,就当我来来回回上下翻动手机屏幕时,一个英文单词忽然跃入我的眼睛,吸引了我的视线,help pay help,pain,救命,疼,我猝起眉头,看了演发消息的人,正是已经不在群里的似,这是,求救信息,似在求救,那么pain是指她遭受到了痛苦,因为痛苦才求救的,我感觉脑子快要爆炸了, 今晚老婆手机带给我的冲击信息实在是太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揉了揉太阳穴,我仔细看起了四发出求救信息的时间和前后的聊天内容,时间显示是十天前,也就是说,是在老婆发腿部照片的三天前,具体时间则是当天晚上七点十二分, 在发出求救信息的前一句,是一,二,三,五发的字母,k,每人一个字母,排列的非常整齐,在四个数排的字母k之前,是四发的消息,主位,时间是当天下午,三点五十三分,在求救信息之后,则是一,二,三,五发出的问号, 然而,四一直没有任何回应,在这之后,消息发生了三天的断档,三天后的第一条信息,便是老婆发的一张腿部图片,跟着一条字母信息,CCT求救前后的消息展示为, 五月十七日下午三点五十三分,四,Wip,一,K,三,K,五,K,二,K,五月十七日晚上九点十二分,四,Helping,三,二,一,五,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点二十七分, 三,图片,三,CCT,五月二十一日,五月二十一日,我看着日期,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那天是近些年流行起来的五百二十一, 谐音,我爱你的网络情人节,但是因为老婆家里出了一件大事,所以当天,我们没人有心思去过什么情人节, 那件事说起来也很奇怪,老婆小叔家的女儿,许思夏,失踪了。 好好的一个大活人,也不是小孩子,莫名其妙就失踪了,直到现在还没找到,算算时间,从他失踪到今天,好像有,十天了,想着想着,我脑子里,疏然划过一条线一样。 令我难以置信,呼吸不由地急促起来,颤抖的手不小心按在了聊天框上,手机页面中立即弹出了键盘,等等。 看到键盘,我猛然意识到,我忽略了老婆一直以来,用的都是二十六件,那么,我尝试着用二十六件输入JW,键盘中立马跳出来几组汉字,排第一的是今晚。 如果将VIP拆开,代表的意思有可能是,今晚,吃,烧烤,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应该是No。 代表他们知道了,对,我眼前一亮,没错,是这样。 我用的是九件,老婆用的二十六件,所以打字的习惯并不一样,这就说明,我一直尝试用九件来解字母意思的方式是错的。 并且,由于他们的对话方式经常出现一个人打几个字母,其他人只回复一个字母的形式,再加上HELP与PIN之间用的是不显眼空格,而不是非常明显的标点符号,导致我没有第一时间发现HELP是两个英语单词,而吃烧烤的事情,我记得老婆提到过。 说是私下找到工作了,要请大家吃饭庆祝,请客要吃的就是烧烤,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当天私下没来,之后就没人能联系上私下了,时间对得上,事情对得上,破解出来的字母含义也对得上。 难不成,四就是老婆失踪的堂妹许私下,不知道是不是破解出了聊天内容的原因,此时我的心像一壶刚烧开的水,沸腾,灼热,又十分不安,我做了几个深呼吸,试图缓解心情,脑海中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捋了一遍,暂且先把四当做是私下,按照顺序来看。 四,也就是私下,和老婆是好友,和一,二,五一起,应该是五个人,也就是说,包括老婆在内的五个人,组建了一个群,我用二十六件输入法,把群里的消息猜了个大致,发现这个群件在最开始聊的,都是一些有的没的,无非是什么买了个包包,吃了疯狂,星期四,生活真苦,之类的日常到不能再日常, 日常的小事,这就代表着,一,二,五,与老婆和私下认识,即便与老婆不认识,至少也都与私下认识,日常小事结束于五月十七日,也就是私下失踪那天,当天发生了什么,让私下在群里发信息求救。 而不是打电话,是当时不方便打电话,发完信息后,便失去了所有踪迹,就代表私下绝对是出事了。 5月21日,老婆开始在群里发布腿部照片的目的是什么,和私下失踪有关系吗? CCT,CCT,我在键盘上敲出了这三个字母,显示出来的第一个汉语是茶餐厅,指的是,私下失踪和茶餐厅有关系。 可如果和茶餐厅有关系的话,老婆为什么要发照片,照片和茶餐厅有什么关联吗? 我完全无法将茶餐厅和腿部照片联系起来,总不能是茶餐厅里挂着腿部照片吧。 那茶餐厅的老板得多变态,才会挂这种容易引起顾客反感的照片,要知道茶餐厅的主要顾客可是学生和女性。 是个正常人,都不会在挂满了腿部照片的茶餐厅里喝茶吃饭,更何况是还没出校门和注重私密的女性了。 可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呢? 哎,我深深吐出口气,用来舒缓大脑运转过度袭来的痛感,看了下时间已经是半夜一点半了。 算了,有事情明天再想吧,好歹现在大概率可以确定老婆没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起码很大概率上是没有给我戴绿帽子,没戴绿帽子就好,结了婚的男人最怕的不就是戴绿帽子吗? 伸了个懒腰,刚要把老婆手机放回去,就在我努力控制着动作幅度,伸着胳膊,想要越过老婆,把手机放到床头柜上时,忽然心里有种发毛的感觉, 好像被野兽盯上一样,我不自觉地低头去看老婆,只见她正睁着眼睛,不错眼珠地盯着我,啊,本就做贼心虚地,我被吓了一跳,大叫出声,哇,老婆似乎也被我的反应吓到了,跟着叫出声,等反应过来后,一拳垂在我的胳膊上,要死啊你,大晚上的叫这么大声? 老婆,你醒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吓到我了,我揉着胳膊委屈道,吓到你,呵呵,老婆下床将灯打开,说吧,聊天内容看了多少,被老婆一问,我才想起,刚刚我被抓了个现行,手旁边还摆着掉在床上的手机,啊,那个,老婆,你听我解释, 但是,刚才偷手机看聊天内容时,我都没这么紧张,此时此刻,我能感受到,冷汗已经顺着后背往下流,就在我绞尽脑汁边借口瞒过去,老婆回到床上,跟我面对面坐下,是不是很好奇,那个群是怎么回事? 老婆的话让我下意识点头,下一秒又赶紧摇头,我刚想失口否认。 老婆却开口解释道,这个群是私下觉得好玩,拉我们见的,里面的,一是我大波家的唐哥思东,二是大波家的唐姐思学,三是我,四是私下,五是小叔家的唐弟思语。 私下今年刚毕业,你知道现在的就业环境不景气,所以他想跟着我当腿磨。 本来我不想让他跟着我,毕竟腿磨这一行,在国内还没怎么发展开,闲言碎语挺多的,但他一直缠着我,我想着,等他做几天过了新鲜劲,就让他回去,就答应他,先让他来我们公司做几天试试,没想到,就在他被录取那天,出事了。 我觉得,他出事,一定和我们公司有关,我听到老婆的解释,心想原来如此,为什么你认为私下出事,和你的公司有关? 因为他那天去了公司之后,就再也没出来。 老婆回答得十分笃定,那天下午,我是跟他一起下班的,后来他说,他落了东西在公司,让我先去餐馆。 他取完东西就过去,没想到,老婆说着,眼里琴上泪水,很是懊悔,我说过等他,但他坚持让我先走,结果,如果当时我坚持等他,说不定他,后来我们查了监控,他进了公司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所以,他一定是在公司里出事的。 不关你的事老婆,没人想要发生这种事,我将老婆用到怀里宽慰。 到此,我心中的疑惑已经解开一大半,但是群里的图片是要用来做什么,后来你们在群里发图片是跟私下有关系吗? 安慰了片刻,我问出了剩下的疑惑,老婆带着哭腔恩了一声,照片是私下的。 那天私下算是入职了,所以安排了是派。 私下出事后,我们打算从照片入手,看看能不能查出些什么。 你们查出什么了吗?没有。老婆摇摇头,这些照片都没有在网上出现过的痕迹,所以我们公司并没有用这些照片。 那监控没有拍到私下是去了公司具体什么位置吗?也没有。 我们公司是专门拍丝袜的,这东西拍摄太随秘了,为了保护模特的隐私,公司里面一个监控设备都没有。 私下进了公司的画面,还是公共楼道里的监控拍到的。 嗯,我略略沉思,回想了一下17号那天晚上的事情,你下班一般是6点,从下班到9点12分这段时间, 私下除了发了求救信息外,没有打电话给我们任何人,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很有可能是他遭遇不测的时间。 这段时间我们也去公司找过,但是并没有找到人,所以不能代表私下是在公司出的事。 不,他一定是在公司出事的。 听到我的话,老婆反应颇为激动,从我怀里正开, 历声说道,我后来在公司看到他的手机了,你找到他的手机了。 我看向老婆,很是不可思议,说实话,私下失踪这件事,我了解的并不多,除了那天跟着去公司找人外, 其他的事情老婆一直没有让我掺和过,事发后,我问过他几次, 他都表示警方那边没有任何进展,而我则顾忌他的心情,选择不再过多询问, 这十天里每天都尽可能地照顾他的情绪,生怕他不开心。 老婆这些天来瞒着我做的事情,一时间让我难以接受, 只觉得夫妻间的信任感被隔阂的支离破碎。 许是感受到了我震惊之外的失望,老婆反倒冷静下来, 对不起老公,我只是不想让你因为我家的事情分心, 你现在正处于上升期,我不能自私地让你从工作中分出精力来管这些。 所以你们几个打算自己调查这件事, 嗯,那你在私下手机里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虽然我还是有些生气,可老婆体谅我,我能感受得到,叹口气, 我继续将话题转回到私下失踪上, 我们在私下手机里发现了公司里有人在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交易。 你的意思是,私下被人灭口了? 我已经脱口而出,警方知道这个消息吗? 我们还没把手机交给警方。 老婆摇摇头,我们不光从手机里发现了这件事, 还发现了一件更让人几倍发凉的事。 我们不敢泄露出去。 不敢,多大的事才会让人不敢泄露, 难不成还是些杀人放火的事不成, 我心中富费。 然而老婆接下来的话,我越听越觉得毛骨悚然,按照老婆的描述, 他们公司名义上是一家丝袜厂,也的确是在正常经营着丝袜销售。 但丝袜只是公司经营的一小部分业务, 其他的业务还有内衣、情趣用品,甚至存在非法性交易。 公司高层会按照客户要求,挑选员工给他们玩弄, 受害员工有男有女, 他们不仅要被客户玩弄,还被逼迫录制视频卖到海外, 如果他们敢反抗,他们的家人说不定就会遭到报复, 什么? 我听得内心狂跳,震惊不已, 我老婆的公司竟然会如此危险, 老婆,明天一早你就辞职,我们不干了。 相比起老婆想要查出私下失踪真相, 我更担心老婆的安危。 不行,老公,就算我离职了, 他们想动我,也有的是办法。 老婆面露无奈之色,想想也是, 这家公司敢在严打黄赌毒的时候如此明目张胆, 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这下麻烦大了, 我恨恨地用力垂床, 说实话,私下失踪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 我们只不过是见过几面的连带亲戚罢了, 如果没有老婆,我哪知道他是谁, 可问题在于老婆不管辞不辞职, 都有被盯上的危险。 怎么办,难道我必须要24小时跟在老婆身边保护他吗? 老公,其实这些天我们已经查到了他们做交易的地方, 东哥和小雨都去暗查过了, 我正苦恼要不要放弃工作陪老婆时。 老婆握住我的手说道, 只是他们都没把握住机会差点暴露了, 所以我想,你能不能帮忙再去查一次? 我也不想让你去冒险的, 所以我才会一直瞒着你查这些事, 如果不是今天被你发现了, 我想我真的遇到危险, 也不会想让你知道让你担心的。 但现在你知道了, 我反而更加害怕, 怕我万一遇到危险, 你会做傻事。 所以我才想着, 不如干脆在出事之前把事情解决掉, 老婆你不用说了, 老婆的声音越说越小, 看着她犹豫又忧心忡忡的目光, 我反握住她的手, 你是我老婆, 我有责任保护你的安全。 暗插一下, 又不一定会出事, 放心吧。 之后, 我和老婆探讨了一下, 怎么实行暗访, 行动, 两天后, 我们准备妥当, 今天中午, 我顶着六月的交洋, 走进老婆公司附近的一家洗浴中心, 老板, 我们新推出了男性桑拿, 加推游STAD双重项目, 收费只要原价的八折, 要不要试一试。 前台小妹笑容灿烂地, 跟我介绍着服务项目, 啊, 好啊。 我看着前台小妹灼热的目光, 微微有些脸红, 这还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又带着能算作是要命的任务, 说不紧张那是假的, 见我答应了。 前台小妹甜甜一笑, 领着我上了三楼, 老板, 您先在二号桑拿市稍等, 等一下, 我们会有专业的技师来给您服务。 前台小妹把我领进一间散发着橘黄色灯光的房间内, 介绍完后, 便笑着将门关上, 没过多久, 一个身材丰硕, 穿着紧身衣包臀裙的女人走了进来。 老板, 您好, 我是八号技师小夏, 女人还没介绍完, 便戛然而止,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等我看清楚她的脸后, 瞬间蒙了, 私下。 万万没想到, 失踪十多天的私下, 竟然在这里做起了技师。 姐, 姐夫, 私下见我认出了她, 原本尴尬的神色渐渐被激动取代, 姐夫, 救救我。 我被他们囚禁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我对私下郑重承诺道, 不过我今天来是收集证据的。 你知道的, 如果不能把这群败类一网打尽, 就算我把你救出去, 你也不能百分百安全。 我知道, 姐夫, 你救救我, 我一定会把我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 私下听我这么说, 知道遇到我不是意外, 连忙保证, 接下里的两个小时。 我从私下那里听到了, 她是如何发现公司秘密, 又是如何被抓到这里来做技师的经过, 私下的一言一行, 都被我用装在眼镜上的针孔摄像头拍下来, 传回家里的电脑上。 等私下讲述完, 我看她这里证据录制的差不多了, 打算再继续去其他地方勘查一番, 谁承想我刚打开门, 就见前台小妹站在门口, 冲我扬着浓浓的笑意, 可, 这个技师服务不错, 不过还没过瘾, 你们还有没有其他项目? 我故作镇静地轻轻嗓子, 平复下心情, 询问道, 有的老板, 请您跟我来。 前台小妹摆出请的姿势, 示意我过去, 然而还没等我走出几步, 只觉得头上一疼, 再倒在地上, 晕倒前, 模糊中, 我看到私下走出了房间, 站到前台小妹身后。 在两人的旁边, 还站着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 女人的腿形十分好看, 跟我老婆的差不多, 当我努力想要看清楚女人的长相时, 眼前一黑, 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后, 我发现自己在医院的病房里, 床边, 我的初中同学, 目前在做警察的李仁正守着我, 见我醒来, 李仁高兴地喊来医生, 经过医生检查, 我没什么事, 只是脑部被打有点脑震荡, 未来一段时间会偶尔感觉到头晕, 属于正常现象, 不需要特别担心, 还好你没事。 送走医生, 李仁松了口气, 我朝他笑笑, 问道, 怎么样, 私下就出来了吗? 那些人抓住了吗? 听到我的问话, 李仁脸色渐渐严肃, 怎么, 有意外? 我跟着垮下脸来, 私下出事了。 不是, 李仁摇头, 那个, 跟私下没关系。 那是, 我疑惑地拧眉, 跟私下没关系, 那是不是私下就出来了, 但那些人跑了? 没事的, 这次没抓住, 以后会抓住的。 我反过来安慰李仁, 其实我跟老婆的计划, 是我进店找证据录下来, 他在店外接应我, 以防万一, 只不过在这之前。 我心里很是不安, 索性打电话给, 几乎没怎么联系过, 一次同学聚会, 偶然加上联系方式的初中同学, 李仁, 说了事情的经过, 李仁听后, 本来是想让他的同事接手, 但我一再坚持, 所以他约我出来见了一面, 将我的摄像头连到了他的手机上, 于是乎, 我在店里面录到的画面, 一并传输到了他的手机里, 也正因如此, 在我危机时, 他才及时带人来救了我。 老同学, 你做好心理准备, 现在在医院里, 好抢救, 反正迟早你也要知道, 我就直接说了吧。 沉默片刻, 李仁咬了咬下嘴唇, 下定决心, 开口道, 这件事, 其实, 是, 是你老婆一手操作的。 我老婆? 哈, 我懵了, 怎么又跟我老婆扯上关系了? 我这刚好, 你可别跟我开玩笑, 当心我再晕过去。 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相信, 可李仁警察的身份和认真的神色, 迫使我不得不信我要见我老婆。 深吸口气, 我盯着李仁的眼睛说道, 好, 沉溢了一会儿, 许是觉得让我亲眼见到才能让我认清现实, 李仁点头答应了, 来到警局, 我看到老婆被关在临时积压室里, 再见到我时, 老婆原本傲慢的脸色中, 明显闪过一丝愧疚之色。 你们聊, 李仁坐到一边, 示意自己不会打扰我们, 对不起老公,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设计的。 沉默良久, 老婆擦了擦眼泪, 率先打破了沉寂, 为什么? 我不理解, 我那个漂亮, 贤惠, 能干的老婆, 怎么会跟这种事情扯上关系, 对不起? 我, 我只是想报仇。 我的责问, 让老婆再也绷不住, 哭着讲述了他所作所为背后的目的, 十多年前, 老婆的爸爸, 我的岳父, 跟着几个兄弟出去打工, 然后却一去不返, 死在他乡, 我岳母带着老婆艰难度日。 然而岳母身体不好, 做不了重活, 只能做些手工, 赚些日常花销, 若不是时不时得到大伯跟小叔的接迹, 老婆可能连大学都读不完, 如果那年过年, 小叔没喝多, 说了岳父死亡的真相, 老婆会带着感激, 好好孝顺他们两个长辈, 当年, 我岳父, 大伯, 小叔, 兄弟三人出门打工, 赚了些钱, 然后三人合计开了一家杂货店, 做起了生意, 因为三兄弟齐心协力, 杂货店逐渐变成小超市, 店面扩大了一倍, 也正因如此, 在利益分配上, 逐渐地产生了分歧, 也仅仅因为一次吵架, 岳父和小叔吵得有些凶, 大波想要拉架, 却不小心失手将岳父推下楼, 我见过我爸尸体, 他脑袋后面好多血啊, 已经干了发黑的血啊, 要不是还有我, 我妈那时候差点跟着去死, 凭什么, 凭什么他们一家团员, 我跟我妈却要每天伤心, 我要报复, 我要他们都活在耻辱, 活在欺骗之下, 他们活该啊, 老婆情绪逐渐失控, 朝我大声吼道来宣泄, 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 轻笑出声, 那我呢, 我对你来说算什么? 老婆愣了愣, 一时间有些恍然, 你是我老公, 是我的爱人, 所以我才选择让你来揭发我, 平静下来后, 他低下头看着考在他手腕上的手铐, 声音颤抖道,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到这家公司了, 我无意间发现了公司的违法交易, 我跟他们说, 我可以帮他们找货员, 毕业之后, 我进了这家公司, 我把私东, 四雪, 私下, 都当作货物卖给他们了, 至于私语, 我还没来得及把他交出去, 他们突然跟我说, 有人点了你, 我可以出卖任何人, 唯独做不到伤害你, 要是知道他们会点你, 我一定不会让你在公司里出现, 所以, 我用私东, 私雪, 私下的视频威胁他们, 让他们跟我演了一场, 引你揭发我的戏, 哼, 哼哼哼哼哼, 我还得感谢你是不是, 我哑然失笑, 不知道该什么形容此时的心情, 老婆继续跟我交代她的做法, 聊天记录是我故意让你看到的, 公司的事是我故意跟你说的, 私下也是我故意安排的, 那天我也是故意跟你一起去的, 你头上的那一击也是我打的, 我默默听着, 等老婆说完, 我问她, 私下是不是从来没有失踪过, 她失踪是你安排的, 你只不过是想看小叔着急出球, 是, 老婆点头答道, 如果他们没有把我当做目标, 你是不是会一直继续下去? 我, 我不知道, 老婆犹豫了, 捂住脸瘟声, 说真的, 把他们交出去后, 我没有任何报仇的快感, 但是我每次我看到他们受折磨时, 还要瞒着大伯和小叔, 我又觉得我确实报复了他们, 但是我知道, 他们是无辜的, 那你, 算了, 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可我早已没了继续面对老婆的心思, 站起身, 我头也没回地往外走, 走出去一段路后, 吉亚氏忽然传来老婆的喊叫声, 老公, 除了你, 我没跟任何人做过, 相信我, 我只有你一个人, 我爱你, 我脚步顿住, 再也忍不住, 抱头蹲下, 泪流满面, 李仁跟着蹲下来, 兄弟, 嫂子可能判刑十年, 不过她有自首的因素在, 还举报了几个重要犯人, 可能会少判一些, 你得打起精神考虑, 我没事, 我擦干眼泪, 抬头看向天空, 说实话, 刚才面对她的时候, 我有想过离婚, 但是, 如果我不爱她, 怎么可能会答应她去按查, 那时候我没有过一点犹豫, 人的感情很复杂, 或许她大伯和小叔做错了, 但没有选择自首, 导致她有怨恨, 也许她选择了错误的报酬方式, 可她因为我自首了, 她可能挣扎过, 后悔过, 我不是当事人, 不了解她的心情, 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评价这些事, 我老婆她确实错了, 但我也确实爱她, 我能等她, 陪她给受到伤害的人道歉赎罪, 陪她重新生活, 我想和她白头到老, 你明白吗, 天上六月的阳光真的很刺眼, 里人重重舒口气, 拍了拍我的肩膀, 明白, 也许这世间有数不清的阴霾, 大的, 小的, 为人所知的, 被人隐藏的, 掺杂在一起的, 希望阳光可以再热烈, 再不爱一些, 驱散一切灰暗, 我老婆原本是做平面模特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 签约了一家丝袜厂商, 做起了腿模, 她的日常工作, 就是穿着各种性感的丝袜, 或站或坐进行展示, 本来拍照片摆姿势, 只是正常的工作需要, 即便有些看上去挑逗的动作, 我也不会介意, 然而就在今天, 我发现她的手机设置了双系统, 并且她加入了一个神秘的微信群, 这个群说起来也奇怪, 交流时从来不发文字, 所有的信息统一用字母和数字代替, 偶尔我老婆会在里面发一些撕拍, 然后紧接着发一串数字过去, 老婆, 今天累不累, 我给你做个全身按摩, 听到吹头发的声音, 我连忙将手机放回原位, 从床头柜里拿出精油, 在老婆进门时谄媚道, 好啊, 谢谢老公, 摸着老婆柔软的胶躯, 我的思绪重新拉回到手机聊天内容里, 老婆在另一个系统的微信名叫三, 头像是黑色背景下的白色数字, 三, 里面好友只有一个人, 微信名叫四, 然而, 四并不在微信群里, 在群里的人叫一, 二, 五, 一, 二, 四, 五的头像跟老婆一样, 分别是黑色背景下的白色数字, 一, 二, 四, 五, 四虽然与老婆是好友关系, 但朋友圈是私密状态, 至于一, 二, 五这三人, 微信私密设置的也相当到位, 除了知道他们的微信名和头像, 其他一无所知, 老婆与四的聊天记录是空白的, 连家好友的系统通知都没有, 对此我可以断定, 他们之间一定出现过问题, 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才导致四是老婆好友, 但不在群里呢, 老婆在群里最后挨二, 发的那句MTQ&J又是怎么意思, 我眼中看着趴在床上的老婆, 手里的动作不自觉加重, 死, 疼疼疼, 你轻点, 老婆皱起眉头, 不悦地打了我的手一下, 然后突然间想起什么事的跟我说道, 对了, 老公, 明晚我陪玲玲逛街, 可能会晚一点回来, 你自己先吃饭吧, 好啊, 别舍不得花钱, 我装出笑意, 将手上的力道减轻, 老公最好了, 老婆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随后又趴下继续享受我的按摩服务, 玲玲是老婆的闺蜜, 两人是发小, 关系好得不得了, 他们去逛街很正常, 我本不该怀疑老婆, 但是今晚的事情, 却让我不得不起一心, 说起我老婆, 不是我自夸, 见过我老婆的人没有不说好, 不光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身材也一级棒, 风腰肥臀, 傲风长腿, 穿上稍微紧身点的衣服, S型的曲线, 展现得淋漓尽致, 说句毫不客气的话, 光凭她的长相身材, 绝度属于限制级级别, 并且她工作认真努力, 每月工资万把块钱, 家里也照顾得井井有条, 绝对是所有男人想要的, 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床下贵妇, 床上风骚的最理想的老婆, 至于我老婆最引以为傲的腿, 笔直, 修长, 属于胖不露肉, 瘦不露骨的类型, 并且因为经常锻炼保养, 还充满了线条美感, 在灯光下看, 夫洛宁之, 跟丝绸一样光滑, 如此娇美的女人, 是个男人都会心动, 见了不想如飞飞的, 绝对不是真男人, 也正因如此, 老婆手机里的秘密越发显得可疑, 明晚, 她是真的去跟玲玲逛街吗? 按摩完, 趁老婆舒服地睡着了, 我悄悄拿过老婆忘记切换系统的手机, 偷偷查看起以前的聊天内容, 这个群建立的时间不长, 大概两周左右, 每天聊的内容也不多, 所以很快我就翻到了最开始的聊天记录, 如我所料, 四一定与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退群了, 在记录中, 我看到将老婆拉进群的人, 就是四, 至于四是什么时候退出群的, 因为老婆不是群主, 所以无法看到日期, 所有的聊天内容, 从一开始, 就是英文字母和数字, 我猜了许久, 也猜不出是什么意思, 至于老婆发照片, 则是从一周前开始的, 照片尺度不大, 都是些穿着丝袜的腿部照片, 最多是穿着超短裤露到大腿, 一张全身或者脸部照片也没有, 照片的风格, 看着也很像丝袜厂家摄影师的风格, 难道是老婆觉得, 只给丝袜厂家做腿磨, 赚钱太少, 想把照片在头给别人当作兼职, 又怕被厂家抓到, 可即便如此, 也不至于搞得像特务街头一样神秘吧, 更何况, 她也没有必要瞒着我啊, 我跟她是夫妻, 还能出卖她不成, 我否认了自己的猜测, 实在搞不懂老婆究竟是在做什么, 渐渐的, 一串接一串的字母和数字, 看得我头昏眼丈, 我越想猜出来它们代表什么意思, 就越心烦, 不知不觉间, 我的耐心消失殆尽, 翻动聊天记录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杂乱, 就当我来来回回上下翻动手机屏幕时, 一个英文单词忽然跃入我的眼睛, 吸引了我的视线, Help Pain, Help Pain, 救命, 疼, 我猝起眉头, 看了眼发消息的人, 正是已经不在群里的四, 这是, 求救信息, 四在求救, 那么Pain是指她遭受到了痛苦, 因为痛苦才求救的, 我感觉脑子快要爆炸了, 今晚老婆手机带给我的冲击信息实在是太多, 一时间难以消化, 揉了揉太阳穴, 我仔细看起了四发出求救信息的时间, 和前后的聊天内容, 时间显示是十天前, 也就是说, 是在老婆发腿部照片的三天前, 具体时间则是当天晚上七点十二分, 在发出求救信息的前一句, 是一、二、三、五发的字母, K, 每人一个字母, 排列得非常整齐, 在四个数排的字母K之前, 是四发的消息, 主位, 时间是当天下午, 三点五十三分, 在求救信息之后, 则是一、二、三、 五发出的问号, 然而, 四一直没有任何回应, 在这时候, 消息发生了三天的断档, 三天后的第一条信息, 便是老婆发的一张腿部图片, 跟着一条字母信息, CCT求救前后的消息展示为, 5月17日下午三点五十三分, 四、 Wake, 一、K, 三、K, 五、K, 二、K, 5月17日晚上九点十二分, 四、 Helping, 三、 二、 一、 五, 5月21日中午十二点二十七分, 三、 图片, 三、 CCT, 5月21日, 5月21日, 我看着日期, 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 那天是近些年流行起来的521, 谐音, 我爱你的网络情人节, 但是因为老婆家里出了一件大事, 所以当天, 我们没人有心思去过什么情人节, 那件事说起来也很奇怪, 老婆小叔家的女儿, 徐思夏, 失踪了, 好好的一个大活人, 也不是小孩子, 莫名其妙就失踪了, 直到现在还没找到, 算算时间, 从他失踪到今天, 好像有十天了, 想着想着, 我脑子里疏然划过一条线一样, 令我难以置信, 呼吸不由地急促起来, 颤抖的手不小心按在了聊天框上, 手机页面中立即弹出了键盘, 等等, 看到键盘, 我猛然意识到, 我忽略了老婆一直以来, 用的都是26件, 那么, 我尝试着用26件输入JW, 键盘中立马跳出来几组汉字, 排第一的是今晚, 如果将VIP拆开, 代表的意思有可能是, 今晚吃烧烤, 如果这样的话, K应该是No, 代表他们知道了, 对, 我眼前一亮, 没错, 是这样, 我用的是9件, 老婆用的26件, 所以打字的习惯并不一样, 这就说明, 我一直尝试用9件来解字母意思的方式, 是错的, 并且, 由于他们的对话方式, 经常出现, 一个人打几个字母, 其他人只回复一个字母的形式, 再加上Help与Pain之间用的是不显眼空格, 而不是非常明显的标点符号, 导致我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HelpPain是两个英语单词, 而吃烧烤的事情, 我记得老婆提到过, 说是私下找到工作了, 要请大家吃饭庆祝, 请客要吃的就是烧烤, 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当天私下没来, 之后就没人能联系上私下了, 时间对得上, 事情对得上, 破解出来的字母含义也对得上, 难不成, 四就是老婆失踪的堂妹许私下, 不知道是不是破解出了聊天内容的原因, 此时我的心像一壶刚烧开的水, 沸腾, 灼热, 又十分不安, 我做了几个深呼吸, 试图缓解心情, 脑海中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捋了一遍, 暂且先把私当做是私下, 按照顺序来看, 四, 也就是私下和老婆是好友, 和一, 二, 五一起, 应该是五个人, 也就是说, 包括老婆在内的五个人, 组建了一个群, 我用26件输入法, 把群里的消息猜了个大致, 发现这个群建在最开始聊的, 都是一些有的没的, 无非是什么买了个包包, 吃了疯狂星期四, 生活真苦, 之类的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小事, 这就代表着, 一, 二, 五, 与老婆和私下认识, 即便与老婆不认识, 至少也都与私下认识, 日常小事结束于5月17日, 也就是私下失踪那天, 当天发生了什么, 让私下在群里发信息求救, 而不是打电话, 是当时不方便打电话, 发完信息后, 便失去了所有踪迹, 就代表私下绝对是出事了, 5月21日, 老婆开始在群里发布腿部照片的目的是什么, 和私下失踪有关系吗? CCT, CCT, 我在键盘上敲出了这三个字母, 显示出来的第一个汉语是茶餐厅, 指的是, 私下失踪和茶餐厅有关系, 可如果和茶餐厅有关系的话, 老婆为什么要发照片, 照片和茶餐厅有什么关联吗? 我完全无法将茶餐厅和腿部照片联系起来, 总不能是茶餐厅里挂着腿部照片吧, 那茶餐厅的老板得多变态, 才会挂这种容易引起顾客反感的照片, 要知道茶餐厅的主要顾客可是学生和女性, 是个正常人都不会在挂满了腿部照片的茶餐厅里喝茶吃饭, 更何况是还没出校门和注重私密的女性了。 可如果不是这样, 又怎么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呢? 哎, 我深深吐出口气, 用来舒缓大脑运转过度袭来的痛感, 看了下时间, 已经是半夜一点半了, 算了, 有事情明天再想吧, 好歹现在大概率可以确定老婆没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最起码很大概率上是没有给我戴绿帽子, 没戴绿帽子就好, 结了婚的男人最怕的不就是戴绿帽子吗? 伸了个懒腰, 刚要把老婆手机放回去, 就在我努力控制着动作幅度, 伸着胳膊, 想要越过老婆, 把手机放到床头柜上时。 忽然心里有种发毛的感觉, 好像被野兽盯上一样, 我不自觉得低头去看老婆, 只见她正睁着眼睛, 不错眼珠的盯着我, 本就做贼心虚的, 我被吓了一跳, 大叫出声, 老婆似乎也被我的反应吓到了, 跟着叫出声, 等反应过来后, 一拳垂在我的胳膊上, 要死啊你, 大晚上的叫这么大声, 老婆, 你醒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吓到我了, 我揉着胳膊委屈道, 吓到你, 呵呵, 老婆下床将灯打开, 说吧, 聊天内容看了多少, 被老婆一问, 我才想起, 刚刚我被抓了个现行, 手旁边还摆着掉在床上的手机, 啊, 那个, 老婆, 你听我解释, 刚才偷手机看聊天内容时, 我都没这么紧张, 此时此刻, 我能感受到冷汗已经顺着后背往下流, 就在我绞尽脑汁边借口瞒过去, 老婆回到床上, 跟我面对面坐下, 是不是很好奇, 那个群是怎么回事, 老婆的话让我下意识点头, 下一秒又赶紧摇头, 我刚想失口否认, 老婆却开口解释道, 这个群是私下觉得好玩, 拉我们见的, 里面的, 一是我大波家的堂哥思东, 二是大波家的堂姐思学, 三是我, 四是私下, 五是小叔家的堂弟思语, 私下今年刚毕业, 你知道现在的就业环境不景气, 所以他想跟着我当腿磨, 本来我不想让他跟着我, 毕竟腿磨这一行, 在国内还没怎么发展开, 闲言碎语挺多的, 但他一直缠着我, 我想着等他做几天过了新鲜劲, 就让他回去, 就答应他先让他来我们公司做几天试试, 没想到就在他被录取那天出事了, 我觉得他出事一定和我们公司有关, 我听到老婆的解释, 心想原来如此, 为什么你认为私下出事和你的公司有关, 因为他那天去了公司之后, 就再也没出来, 老婆回答得十分笃定, 那天下午, 我是跟他一起下班的, 后来他说, 他落了东西在公司, 让我先去餐馆, 他取完东西就过去, 没想到老婆说着, 眼里勤上泪水, 很是懊悔, 我说过等他, 但他坚持让我先走, 结果, 如果当时我坚持等他, 说不定他, 后来我们查了监控, 他进了公司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所以, 他一定是在公司里出事的, 不关你的事老婆, 没人想要发生这种事, 我将老婆用到怀里宽慰, 到此, 我心中的疑惑已经解开一大半, 但是群里的图片是要用来做什么, 后来你们在群里发图片, 是跟私下有关系吗? 安慰了片刻, 我问出了剩下的疑惑, 老婆带着哭腔恩了一声, 照片是私下的, 那天私下算是入职了, 所以安排了是派, 私下出事后, 我们打算从照片入手, 看看能不能查出些什么, 你们查出什么了吗? 没有, 老婆摇摇头, 这些照片都没有在网上出现过的痕迹, 所以我们公司并没有用这些照片, 那监控没有拍到, 私下是去了公司具体什么位置吗? 也没有, 我们公司是专门拍丝袜的, 这东西拍摄太随密了, 为了保护模特的隐私, 公司里面一个监控设备都没有, 私下进了公司的画面, 还是公共楼道里的监控拍到的, 嗯, 我略略沉思, 回想了一下17号那天晚上的事情, 你下班一般是6点, 从下班到9点12分这段时间, 私下除了发了求救信息外, 没有打电话给我们任何人, 也就是说, 这段时间很有可能是他遭遇不测的时间, 这段时间我们也去公司找过, 但是并没有找到人, 所以不能代表私下是在公司出的事, 不, 他一定是在公司出事的, 听到我的话, 老婆反应颇为激动, 从我怀里正开, 立声说道, 我后来在公司看到他的手机了, 你找到他的手机了, 我看向老婆, 很是不可思议, 说实话, 私下失踪这件事, 我了解的并不多, 除了那天跟着去公司找人外, 其他的事情, 老婆一直没有让我猖和过, 事发后, 我问过他几次, 他都表示, 警方那边没有任何进展, 而我则顾忌他的心情, 选择不再过多询问, 这十天里, 每天都尽可能地照顾他的亲戚, 情绪, 生怕他不开心, 老婆这些天来瞒着我做的事情, 一时间让我难以接受, 只觉得夫妻间的信任感, 被隔阂的支离破碎, 许是感受到了我震惊之外的失望, 老婆反倒冷静下来, 对不起老公, 我只是不想让你因为我家的事情分心, 你现在正处于上升期, 我不能自私地让你从工作中分出精力来管这些, 所以你们几个打算自己调查这件事, 嗯, 那你在私下手机里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虽然我还是有些生气, 可老婆体谅我, 我能感受得到, 叹口气, 我继续将话题转回到私下失踪上, 我们在私下手机里, 发现了公司里有人在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交易, 你的意思是私下被人灭口了, 我已经脱口而出, 警方知道这个消息吗? 我们还没把手机交给警方, 老婆摇摇头, 我们不光从手机里发现了这件事, 还发现了一件更让人几倍发凉的事, 我们不敢泄露出去, 不敢, 多大的事才会让人不敢泄露, 难不成还是些杀人放火的事不成, 我心中付费, 然而老婆接下来的话, 我越听越觉得毛骨悚然, 按照老婆的描述, 他们公司名义上是一家丝袜厂, 也的确是在正常经营着丝袜销售, 但丝袜只是公司经营的一小部分业务, 其他的业务, 还有内衣, 情趣用品, 甚至存在非法性交易, 公司高层会按照客户要求, 挑选员工给他们玩弄, 受害员工有男有女, 他们不仅要被客户玩弄, 还被逼迫录制视频卖到海外, 如果他们敢反抗, 他们的家人说不定就会遭到报复, 我听得内心狂跳, 震惊不已, 我老婆的公司竟然会如此危险, 老婆明天一早你就辞职, 我们不干了, 相比起老婆想要查出私下失踪真相, 我更担心老婆的安危, 不行, 老公, 就算我离职了, 他们想动我, 也有的是办法, 老婆面露无奈之色, 想想也是, 这家公司敢在严打黄赌毒的时候如此明目张胆, 背后一定有人撑腰, 这下麻烦大了, 我恨恨地用力垂床, 说实话, 私下失踪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 我们只不过是见过几面的连带亲戚罢了, 如果没有老婆, 我哪知道她是谁, 可问题在于老婆不管辞不辞职, 都有被盯上的危险, 怎么办, 难道我必须要24小时跟在老婆身边保护她吗? 老公, 其实这些天, 我们已经查到了他们做交易的地方, 东哥和小雨都去暗查过了, 我正苦恼要不要放弃工作陪老婆时, 老婆握住我的手说道, 只是他们都没把握住机会差点暴露了, 所以我想你能不能帮忙再去查一次, 我也不想让你去冒险的, 所以我才会一直瞒着你查这些事, 如果不是今天被你发现了, 我想我真的遇到危险, 也不会想让你知道让你担心的, 但现在你知道了, 我反而更加害怕, 怕我万一遇到危险, 你会做傻事, 所以我才想着不如干脆在出事之前把事情解决掉, 老婆你不用说了, 老婆的声音越说越小, 看着她犹豫又忧心忡忡的目光, 我反握住她的手, 你是我老婆, 我有责任保护你的安全, 暗插一下, 又不一定会出事, 放心吧, 之后, 我和老婆探讨了一下怎么实行暗访行动, 两天后, 我们准备妥当, 今天中午, 我顶着六月的交扬, 走进老婆公司附近的一家洗浴中心, 老板, 我们新推出了男性桑拿加推油斯大的双重项目, 收费只要原价的八折, 要不要试一试, 前台小妹笑容灿烂的跟我介绍着服务项目, 啊, 好啊, 我看着前台小妹灼热的目光, 微微有些脸红, 这还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又带着能算作是要命的任务, 说不紧张那是假的, 见我答应了, 前台小妹甜甜一笑, 领着我上了三楼, 老板, 您先在二号桑拿市稍等, 等下我们会有专业的技师来给您服务, 前台小妹把我领进一间散发着, 橘黄色灯光的房间内, 介绍完后便笑着将门关上, 没过多久, 一个身材丰硕, 穿着紧身衣包臀裙的女人走了进来, 老板您好, 我是八号技师小夏, 女人还没介绍完便戛然而止,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等我看清楚她的脸后, 瞬间蒙了, 私下, 万万没想到, 失踪十多天的私下, 竟然在这里做起了技师, 姐, 姐夫, 私下见我认出了她, 原本尴尬的神色, 渐渐被激动取代, 姐夫, 救救我, 我被他们求见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我对私下郑重承诺道, 不过我今天来是收集证据的, 你知道的, 如果不能把这群败类一网打尽, 就算我把你救出去, 你也不能百分百安全, 我知道, 姐夫, 你救救我, 我一定会把我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 私下听我这么说, 知道遇到我不是意外, 连忙保证, 接下里的两个小时, 我从私下那里听到了, 她是如何发现公司秘密, 又是如何被抓到这里来做技师的经过, 私下的一言一行, 都被我用装在眼镜上的针孔摄像头拍下来, 传回家里的电脑上, 等私下讲述完, 我看她这里证据录制的差不多了, 打算再继续去其他地方勘查一番, 谁承向我刚打开门, 就见前台小妹站在门口, 冲我扬着浓浓的笑意, 可, 这个技师服务不错, 不过还没过瘾, 你们还有没有其他项目? 我故作震惊的轻轻嗓子, 平复下心情, 询问道, 有的老板, 请您跟我来。 前台小妹摆出请的姿势, 示意我过去, 然而还没等我走出几步, 只觉得头上一疼, 再倒在地上, 晕倒前, 模糊中, 我看到私下走出了房间, 站到前台小妹身后, 在两人的旁边, 还站着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 女人的腿形十分好看, 跟我老婆的差不多。 当我努力想要看清楚女人的长相时, 眼前一黑, 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后, 我发现自己在医院的病房里, 床边, 我的初中同学, 目前在座警察的李仁正守着我, 见我醒来, 李仁高兴地喊来医生, 经过医生检查, 我没什么事, 只是脑部被打有点脑震荡, 未来一段时间, 会偶尔感觉到头晕, 属于正常现象, 不需要特别担心, 还好你没事。 送走医生, 李仁松了口气, 我朝他笑笑, 问道, 怎么样, 私下就出来了吗? 那些人抓住了吗? 听到我的问话, 李仁脸色渐渐严肃。 怎么, 有意外? 我跟着垮下脸来, 私下出事了。 不是, 李仁摇头, 那个, 跟私下没关系。 那是, 我疑惑地拧眉, 跟私下没关系, 那是不是私下就出来了, 但那些人跑了? 没事的, 这次没抓住, 以后会抓住的。 我反过来安慰李仁, 其实我跟老婆的计划, 是我进店找证据录下来, 他在店外接应我, 以防万一, 只不过在这之前, 我心里很是不安, 索性打电话给, 几乎没怎么联系过, 一次同学聚会, 偶然加上联系方式的初中同学。 李仁, 说了事情的经过, 李仁听后, 本来是想让他的同事接手, 但我一再坚持, 所以他约我出来见了一面。 将我的摄像头连到了他的手机上, 于是乎, 我在店里面录到的画面, 一并传输到了他的手机里, 也正因如此, 在我危机时, 他才及时带人来救了我, 老同学, 你做好心理准备, 现在在医院里, 好抢救, 反正迟早你也要知道, 我就直接说了吧。 沉默片刻, 李仁咬了咬下嘴唇, 下定决心, 开口道, 这件事, 其实, 是, 是你老婆一手操作的。 我老婆? 哈, 我懵了, 怎么又跟我老婆扯上关系了? 我这刚好, 你可别跟我开玩笑, 当心我再晕过去。 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相信, 可李仁警察的身份, 和认真的神色, 迫使我不得不信, 我要见我老婆。 深吸口气, 我盯着李仁的眼睛说道, 好, 沉溺了一会儿, 许是觉得, 让我亲眼见到, 才能让我认清现实, 李仁点头答应了, 来到警局, 我看到老婆被关在临时积压室里, 在见到我时, 老婆原本傲慢的脸色中, 明显闪过一丝愧疚之色, 你们聊, 李仁坐到一边, 示意自己不会打扰我们, 对不起老公,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设计的。 沉默良久, 老婆擦了擦眼泪, 率先打破了沉寂, 为什么? 我不理解, 我那个漂亮, 贤惠, 能干的老婆, 怎么会跟这种事情扯上关系, 对不起? 我, 我只是想报仇, 我的责问, 让老婆再也绷不住, 哭着讲述了, 他所作所为背后的目的, 十多年前, 老婆的爸爸, 我的岳父, 跟着几个兄弟出去打工, 然后却一去不返, 死在他乡, 我岳母带着老婆艰难度日, 然而岳母身体不好, 做不了重活, 只能做些手工, 赚些日常花销, 若不是时不时得到大伯跟小叔的结迹, 老婆可能连大学都读不完。 如果那年过年, 小叔没喝多, 说了岳父死亡的真相, 老婆会带着感激, 好好孝顺他们两个长辈, 当年, 我岳父, 大伯, 小叔, 兄弟三人出门打工, 赚了些钱, 然后三人合计开了一家杂货店, 做起了生意, 因为三兄弟齐心协力, 杂货店逐渐变成小超市, 店面扩大了一倍, 也正因如此, 在利分配上, 逐渐地产生了分歧, 也仅仅因为一次吵架, 岳父和小叔吵得有些凶, 大伯想要拉架, 却不小心失手将岳父推下楼, 我见过我爸尸体, 他脑袋后面好多血啊, 已经干了发黑的血啊, 要不是还有我, 我妈那时候差点跟着去死, 凭什么, 凭什么他们一家团圆, 我跟我妈却要每天伤心, 我要报复, 我要他们都活在耻辱, 活在欺骗之下, 他们活该啊, 老婆情绪逐渐失控, 朝我大声吼道来宣泄, 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 轻笑出声, 那我呢, 我对你来说算什么? 老婆愣了愣, 一时间有些恍然, 你是我老公, 是我的爱人, 所以我才选择让你来揭发我, 平静下来后, 他低下头看着考在他手腕上的手铐, 声音颤抖道,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到这家公司了, 我无意间发现了公司的违法交易, 我跟他们说, 我可以帮他们找货源, 毕业之后, 我进了这家公司, 我把思东, 四雪, 私下, 都当做货物卖给他们了, 至于思雨, 我还没来得及把他交出去, 他们突然跟我说, 有人点了你, 我可以出卖任何人, 唯独做不到伤害你, 要是知道他们会点你, 我一定不会让你在公司里出现, 所以我用思东, 思雪, 私下的视频威胁他们, 让他们跟我演了一场, 引你揭发我的戏, 呵, 呵呵呵呵, 我还得感谢你是不是, 我哑然失笑, 不知道该什么形容此时的心情, 老婆继续跟我交代她的做法, 聊天记录是我故意让你看到的, 公司的事是我故意跟你说的, 私下也是我故意安排的, 那天我也是故意跟你一起去的, 你头上的那一击也是我打的, 我默默听着, 等老婆说完, 我问她, 私下是不是从来没有失踪过, 她失踪是你安排的, 你只不过是想看小叔着急出球, 是, 老婆点头答道, 如果他们没有把我当做目标, 你是不是会一直继续下去, 我, 我不知道, 老婆犹豫了, 无助脸瘟声, 说真的, 把他们交出去后, 我没有任何报仇的快感, 但是我每次我看到他们受折磨时, 还要瞒着大伯和小叔, 我又觉得我确实报复了他们, 但是我知道, 他们是无辜的, 那你, 算了, 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可我早已没了继续面对老婆的心思, 站起身, 我头也没回地往外走, 走出去一段路后, 吉亚氏忽然传来老婆的喊叫声, 老公, 除了你, 我没跟任何人做过, 相信我, 我只有你一个人, 我爱你, 我脚步顿住, 再也忍不住, 抱头蹲下, 泪流满面, 李仁跟着蹲下来, 兄弟, 嫂子可能判刑十年, 不过她有自首的因素在, 还举报了几个重要犯人, 可能会少判一些, 你得打起精神考虑, 我没事, 我擦干眼泪, 抬头看向天空, 说实话, 刚才面对她的时候, 我有想过离婚, 但是, 如果我不爱她, 怎么可能会答应她去按查, 那时候我没有过一点犹豫, 人的感情很复杂, 或许她大伯和小叔做错了, 但没有选择自首, 导致她有怨恨, 也许她选择了错误的报酬方式, 可她因为我自首了, 她可能挣扎过, 后悔过, 我不是当事人, 不了解她的心情, 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评价这些事, 我老婆她确实错了, 但我也确实爱她, 我能等她, 陪她给受到伤害的人道歉赎罪, 陪她重新生活, 我想和她白头到老, 你明白吗? 天上, 六月的阳光真的很刺眼, 里人重重舒口气, 拍了拍我的肩膀, 明白, 也许这世间有数不清的阴霾, 大的, 小的, 为人所知的, 被人隐藏的, 掺杂在一起的, 希望阳光可以再热烈, 再博爱一些, 驱散一切灰暗, 我老婆原本是做平面模特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 签约了一家丝袜厂商, 做起了腿模, 她的日常工作, 就是穿着各种性感的丝袜, 或站, 或坐进行展示, 本来拍照片摆姿式, 只是正常的工作需要, 即便有些看上去挑逗的动作, 我也不会介意, 然而就在今天, 我发现, 她的手机设置了双系统, 并且她加入了一个神秘的微信群, 这个群说起来也奇怪, 交流时从来不发文字, 所有的信息, 统一用字母和数字代替, 偶尔我老婆会在里面发一些撕拍, 然后紧接着发一串数字过去, 老婆, 今天累不累, 我给你做个全身按摩, 听到吹头发的声音, 我连忙将手机放回原位, 从床头柜里拿出精油, 在老婆进门时谄媚道, 好啊, 谢谢老公, 摸着老婆柔软的胶躯, 我的思绪重新拉回到手机聊天内容里, 老婆在另一个系统的微信名叫三, 头像是黑色背景下的白色数字, 三, 里面好友只有一个人, 微信名叫四, 然而, 四并不在微信群里, 在群里的人叫一, 二, 五, 一, 二, 四, 五的头像跟老婆一样, 分别是黑色背景下的白色数字, 一, 二, 四, 五, 四虽然与老婆是好友关系, 但朋友圈是私密状态, 至于一, 二, 五这三人, 微信私密设置的也相当到位, 除了知道他们的微信名和头像, 其他一无所知, 老婆与四的聊天记录是空白的, 连家好友的系统通知都没有, 对此, 我可以断定他们之间一定出现过问题, 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才导致四是老婆好友, 但不在群里呢, 老婆在群里最后挨二, 发的那句MTQNJ又是怎么意思, 我眼中看着趴在床上的老婆, 手里的动作不自觉加重, 四, 疼疼疼, 你轻点, 老婆皱起眉头, 不悦地打了我的手一下, 然后突然间想起什么事的跟我说道, 对了, 老公, 明晚我陪玲玲逛街, 可能会晚一点回来, 你自己先吃饭吧, 好啊, 别舍不得花钱, 我装出笑意, 将手上的力道减轻, 老公最好了, 老婆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随后又趴下继续享受我的按摩服务, 玲玲是老婆的闺蜜, 两人是发小, 关系好得不得了, 他们去逛街很正常, 我本不该怀疑老婆, 但是今晚的事情, 却让我不得不起一心, 说起我老婆, 不是我自夸, 见过我老婆的人没有不说好, 不光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身材也一级棒, 风腰肥臀, 傲锋长腿, 穿上稍微紧身点的衣服, S型的曲线, 展现的淋漓尽致, 说句毫不客气的话, 光凭她的长相身材, 绝度属于限制级级别, 并且她工作认真努力, 每月工资万把块钱, 家里也照顾得井井有条, 绝对是所有男人想要的, 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床下贵妇, 床上风骚的最理想的老婆, 至于我老婆最引以为傲的腿, 笔直, 修长, 属于胖不露肉, 瘦不露骨的类型, 并且因为经常锻炼保养, 还充满了线条美感, 在灯光下看, 夫若明知跟丝绸一样光滑, 如此娇美的女人, 是个男人都会心动, 见了不想入妃妃的, 绝对不是真男人, 也正因如此, 老婆手机里的秘密越发显得可疑, 明晚, 她是真的去跟玲玲逛街吗? 按摩完, 趁老婆舒服地睡着了, 我悄悄拿过老婆忘记切换系统的手机, 偷偷查看起以前的聊天内容, 这个群建立的时间不长, 大概两周左右, 每天聊的内容也不多, 所以很快我就翻到了最开始的聊天记录, 如我所料, 四一定与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退群了, 在记录中, 我看到将老婆拉进群的人, 就是四, 至于四是什么时候退出群的, 因为老婆不是群主, 所以无法看到日期, 所有的聊天内容, 从一开始, 就是英文字母和数字, 我猜了许久, 也猜不出是什么意思, 至于老婆发照片, 则是从一周前开始的照片尺度不大, 都是些穿着丝袜的腿部照片, 最多是穿着超短裤露到大腿, 一张全身或者脸部照片也没有, 照片的风格看着也很像丝袜厂家摄影师的风格, 难道是老婆觉得, 只给丝袜厂家做腿磨赚钱太少, 想把照片在头给别人当作兼职, 又怕被厂家抓到, 可即便如此, 也不至于搞得像特务街头一样神秘吧, 更何况, 他也没有必要瞒着我啊, 我跟他是夫妻, 还能出卖他不成, 我否认了自己的猜测, 实在搞不懂老婆究竟是在做什么, 渐渐的, 一串接一串的字母和数字, 看得我头昏眼仗, 我越想猜出来, 它们代表什么意思, 就越心烦, 不知不觉间, 我的耐心消失殆尽, 翻动聊天记录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杂乱, 就当我来来回回上下翻动手机屏幕时, 一个英文单词忽然跃入我的眼睛, 吸引了我的视线, Help pain, Help pain, 救命, 疼, 我猝起眉头, 看了研发消息的人, 正是已经不在群里的四, 这是, 求救信息, 四在求救, 那么pain是指他遭受到了痛苦, 因为痛苦才求救的, 我感觉脑子快要爆炸了, 今晚老婆手机带给我的冲击信息, 实在是太多, 一时间难以消化, 揉了揉太阳穴, 我仔细看起了四发出求救信息的时间和前后的聊天内容, 时间显示是十天前, 也就是说, 是在老婆发腿部照片的三天前, 具体时间则是当天晚上七点十二分, 在发出求救信息的前一句, 是一, 二, 三, 五发的字母, k, 每人一个字母, 排列的非常整齐, 在四个数牌的字母k之前是四发的消息, 主位, 时间是当天下午三点五十三分, 在求救信息之后, 则是一, 二, 三, 五发出的问号, 然而, 四一直没有任何回应, 在这之后, 消息发生了三天的断档, 三天后的第一条信息, 便是老婆发的一张腿部图片, 跟着一条字母信息, CCT, 求救前后的消息展示为, 五月十七日下午三点五十三分, 四, VIP, 一, K, 三, K, 五, K, 二, K, 五月十七日晚上九点十二分, 四, HELPIN, 三, 二, 一, 五, 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点二十七分, 三, 图片, 三, CCT, 五月二十一日, 五月二十一日, 我看着日期, 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 那天是近些年流行起来的五百二十一, 谐音, 我爱你的网络情人节, 但是因为老婆家里出了一件大事, 所以当天我们没人有心思去过什么情人节, 那件事说起来也很奇怪, 老婆小叔家的女儿许思夏失踪了, 好好的一个大活人, 也不是小孩子, 莫名其妙就失踪来, 直到现在还没找到, 算算时间, 从他失踪到今天, 好像有, 十天了, 想着想着, 我脑子里疏然划过一条线一样, 令我难以置信, 呼吸不由地急促起来, 颤抖的手不小心按在了聊天框上, 手机页面中立即弹出了键盘等等, 看到键盘, 我猛然意识到, 我忽略了老婆一直以来, 用的都是二十六件, 那么, 我尝试着用二十六件输入JW, 键盘中立马跳出来几组汉字, 排第一的是今晚, 如果将WIP拆开, 代表的意思有可能是, 今晚吃烧烤, 如果这样的话, K应该是No, 代表他们知道了, 对, 我眼前一亮, 没错, 是这样, 我用的是九件, 老婆用的二十六件, 随打字的习惯并不一样, 这就说明, 我一直尝试用九件来解字母意思的方式是错的, 并且, 由于他们的对话方式经常出现, 一个人打几个字母, 其他人只回复一个字母的形式, 再加上help与pain之间用的是不显眼空格, 而不是非常明显的标点符号, 导致我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help pain是两个英语单词, 而吃烧烤的事情, 我记得老婆提到过, 说是私下找到工作了, 要请大家吃饭庆祝, 请客要吃的就是烧烤, 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当天私下没来, 之后就没人能联系上私下了, 时间对得上, 事情对得上, 破解出来的字母含义也对得上, 难不成, 四就是老婆失踪的堂妹许私下, 不知道是不是破解出了聊天内容的原因, 此时我的心像一壶刚烧开的水, 沸腾, 灼热, 又十分不安, 我做了几个深呼吸, 试图缓解心情, 脑海中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捋了一遍, 暂且先把私当做是私下, 按照顺序来看, 四, 也就是私下, 和老婆是好友, 和一, 二, 五一起, 应该是五个人, 也就是说, 包括老婆在内的五个人, 组建了一个群, 我用二十六件输入法, 把群里的消息猜了个大致, 发现这个群件在最开始聊的, 都是一些有的没的, 无非是什么买了个包包, 吃了疯狂星期四, 生活真苦, 之类的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小事, 这就代表着, 一, 二, 五, 与老婆和私下认识, 即便与老婆不认识, 至少也都与私下认识, 日常小事结束于五月十七日, 也就是私下失踪那天, 当天发生了什么, 让私下在群里发信息求救, 而不是打电话, 是当时不方便打电话, 发完信息后, 便失去了所有踪迹, 就代表私下绝对是出事了, 五月二十一日, 老婆开始在群里发布腿部照片的目的是什么, 和私下失踪有关系吗? CCT, CCT, 我在键盘上敲出了这三个字母, 显示出来的第一个汉语是茶餐厅, 指的是私下失踪和茶餐厅有关系, 可如果和茶餐厅有关系的话, 老婆为什么要发照片? 照片和茶餐厅有什么关联吗? 我完全无法将茶餐厅和腿部照片联系起来, 总不能是茶餐厅里挂着腿部照片吧, 那茶餐厅的老板得多变态, 才会挂这种容易引起顾客反感的照片, 要知道茶餐厅的主要顾客可是学生和女性, 是个正常人, 都不会在挂满了腿部照片的茶餐厅里喝茶吃饭, 更何况是还没出校门和注重私密的女性了, 可如果不是这样, 又怎么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呢? 哎, 我深深吐出口气, 用来舒缓大脑运转过度袭来的痛感。 看了下时间, 已经是半夜一点半了, 算了, 有事情明天再想吧, 好歹现在大概率可以确定, 老婆没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最起码很大概率上是, 没有给我戴绿帽子, 没戴绿帽子就好, 结了婚的男人最怕的不就是戴绿帽子吗? 伸了个懒腰, 刚要把老婆手机放回去, 就在我努力控制着动作幅度, 伸着胳膊, 想要越过老婆, 把手机放到床头柜上时, 忽然心里有种发毛的感觉, 好像被野兽盯上一样, 我不自觉得低头去看老婆, 只见她正睁着眼睛, 不错眼珠地盯着我。 啊, 本就做贼心虚的, 我被吓了一跳, 大叫出声, 我, 老婆似乎也被我的反应吓到了, 跟着叫出声, 等反应过来后, 一拳垂在我的胳膊上, 要死啊你, 大晚上的叫这么大声, 老婆, 你醒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吓到我了? 我揉着胳膊委屈道, 吓到你, 呵呵, 老婆下床将灯打开, 说吧, 聊天内容看了多少? 被老婆一问, 我才想起, 刚刚我被抓了个现行, 手旁边还摆着吊在床上的手机, 啊, 那个, 老婆, 你听我解释, 刚才偷手机看聊天内容时, 我都没这么紧张, 此时此刻, 我能感受到冷汗已经顺着后背往下流, 就在我绞尽脑汁边借口瞒过去, 老婆回到床上, 跟我面对面坐下, 是不是很好奇, 那个群是怎么回事? 老婆的话让我下意识点头, 下一秒又赶紧摇头, 我刚想失口否认, 老婆却开口解释道, 这个群是私下觉得好玩, 拉我们见的, 里面的, 一是我大波家的唐哥思东, 二是大波家的唐姐思学, 三是我, 四是私下, 五是小叔家的唐弟思语, 私下今年刚毕业, 你知道现在的就业环境不景气, 所以他想跟着我当腿磨, 本来我不想让他跟着我, 毕竟腿磨这一行, 在国内还没怎么发展开, 闲言碎语挺多的, 但他一直缠着我, 我想着, 等他做几天过了新鲜劲, 就让他回去, 就答应他, 先让他来我们公司做几天试试, 没想到, 就在他被录取那天, 出事了, 我觉得, 他出事, 一定和我们公司有关, 我听到老婆的解释, 心想原来如此, 为什么你认为私下出事, 和你的公司有关, 因为, 他那天去了公司之后, 就再也没出来, 老婆回答得十分笃定, 那天下午, 我是跟他一起下班的, 后来他说, 他落了东西在公司, 让我先去餐馆, 他取完东西就过去, 没想到, 老婆说着, 眼里琴上泪水, 很是懊悔, 我说过等他, 但他坚持让我先走, 结果, 如果当时我坚持等他, 说不定他, 后来我们查了监控, 他进了公司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所以, 他一定是在公司里出事的, 不管你的是老婆, 没人想要发生这种事, 我将老婆拥到怀里宽慰, 到此, 我心中的疑惑, 已经解开一大半。